騎士停等紅燈 夏苗突然向左倒 一次被後方白球碰撞 但還沒搞清楚發生什麼事 對方就拿刀下車了 騎士是側面殼的問題 就怕事情鬧大 朋友還想塞錢 要息事寧人 你是屁股 你放出多少錢 我 我不知道 因為 事發在新北市三重 重新錄三段 二十五號下午 騎士被撞還被恐嚇 超委屈 警方到場 亮刀男觸臉狡辯 你有刀嗎 你有刀嗎 我剛才被刀掉了 你覺得你沒刀嗎 我來帶小孩子 我剛才拿的是真的 我有鴨瓶 你知道嗎 來 你鴨瓶拿出來 囂張規刀還不敢認 最後直接被塞進警車法辦 離譜嗆警察的 還有新北市三峽 這名短髮女子 在路上跟朋友抱口角 連警察來也拉不住 不要動我 你不要在那邊告訴我小聲 你嗆我同事是不是 嗆什麼啦 不要動 我要是飯飯啦 你該嗎 暴氣怒噴警 端髮女身體逼近 手還狂止 但見警察來得越來越多 怕被帶走想開溜 發狠襲警 夢力掙脫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你還不能碰我 手不要碰我 走過來 一個女生在跟警察拉車 紅車的進來直播 自助餐店前爆衝突 甚至還把客人嚇跑 大馬路上嗆緊拉車 事件露不露大條 最後被直接靠走送辦 判拘役40天 叫王軍財山長報道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